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即将在旧金山登场 那当地华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正在我们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当然就期待着他们的见面 能够改善中美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做生意的人的话 也感觉到这种压力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中药的 在这几年的话我们中药的进口方面的价格里面也上升了很多 其实里面很大部分是来自那个关税的增加 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着 就是中美关系的话 可以通过两国的元首里面的交往 起码不算说它不可能是一下子去改变很多很多 但是期望它有一个能够缓解一下的一种这样的客单 作为一个旧金山商家 我非常期待两国在经济上能谈一下一点成果去来 然后去照顾两国的人民 两国的贸易 我个人更加期待两国多点三方的兑飞啊开放啊去探索商机 交流去一个最好的方式 我希望它有可能来滑步走一走 不管是一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也走进来看看 给我们还原化了一点最大的支持 我希望这次他们把那个我们的关税好好谈一下 或从中国来的话我们关税加得很厉害 就希望这个联邦的移民就可以互相往来以前一样 是要团来我们是要团过去 是比较沟通上比较好一点 现在我看从那个2019年疫情以后呢 我们看到没有团从中国来 我们希望到这个团从中国来的话 带动我们那个经济 还要是我们这个团还到中国去 所以两边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中美吧两个大国大家互相了解 互相信任 两个大国就是好像你看 这是飞机飞不来了 鱼客也小来了 大家互相的这个商业的贸易就减少了 大家都知道商业是一个旅游城市 但是游客没了就是没有生气了 日证以前就是说 这可以买到一百条一天 现在只有三分一 我们都是希望和平稳定 有钱大大赚 就是安张乐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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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